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超级材料革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幻影舞者隐形光学材料的透明游戏 二,星光旅者光驱动材料的能量航程 三,梦幻岛屿生物降解材料的绿色家园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幻影舞者隐形光学材料的透明游戏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科技时代 幻影舞者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隐形光学材料 正在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透明游戏 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科学奇迹 想象一下,如果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不再是魔法世界的专利 而是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一部分 那会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这些幻影舞者是如何练就隐身术的 隐形光学材料的核心原理是光的折射和反射 简单来说,这些材料能够以特定的方式弯曲光线 使得光线绕过物体 而不是直接反射或折射回我们的眼睛 这就像是在物体周围创建了一个光学旁路 让我们的眼睛感知不到这个物体的存在 想象一下,这就好比是光线 在进行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 巧妙地绕过舞台上的主角 让观众看不到它们,只留下一片空白 这种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 从军事隐身技术到日常生活中的隐私保护 都有可能受益于这项技术 比如,未来的战场上 坦克和战舰可能会披上这样的隐形斗篷 让敌人难以发现它们的踪迹 而在平民生活中 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使用隐形窗帘 即便窗户大厂也能保证屋内的隐私安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 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挑战和争议 隐形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监控和隐私方面的新问题 毕竟,当人们可以随意隐身的时候 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让我们暂时抛开这些忧虑 回到这场光与影的舞蹈中来 科学家们正像是一群现代魔法师 通过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让我们一窥隐形技术的无限可能 幻影舞者的表演还远未结束 他们将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更加神秘和激动人心的未来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块布料 或一个物体突然消失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是幻影舞者正在进行的一场透明游戏 而我们,正是这场游戏中幸运的观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光旅者,光驱动材料的能量航程 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回望今天 惊叹于我们对于星际旅行的初步尝试 就像我们今天回望古人用木筏探索未知大陆一样 而在这场跨越星际的大冒险中 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技术 可能成为关键 光驱动材料 想象一下 一艘宇宙飞船 不是依靠传统的燃料 而是由光来驱动 这听起来像是直接从科幻小说中 跳出来的情节 但事实上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 这种技术背后的原理 是利用光子 光的基本单位的动量来推动物体 虽然光子的质量几乎为零 但它们以光速移动时的动量 可以被用来推动物体 这就是所谓的光压效应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更幽默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概念 想象一下 如果光驱动的宇宙飞船真的存在 那么太阳就像是宇宙中的一家加油站 而我们的飞船 只需要晒太阳 就能继续它的旅程 这听起来 是不是很像夏日海滩上的人们 只不过 我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晒黑 而是为了穿越星系 但是 要实现这一点 我们需要开发出 能够高效利用光压的材料 这些材料 需要具备极高的反射率 以最大化光压效应 同时 它们还需要足够轻 以便能够被光压所推动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各种纳米材料 和超轻材料 试图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现在 让我们幻想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掌握这项技术 那么星际旅行 将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的宇宙飞船 将向宇宙中的帆船 借助光的力量 在星际海洋中自由航行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飞跃 我们将不再受限于我们的太阳系 而是可以探索遥远的星系 甚至可能遇到其他文明 当然 这一切都还处于理论和实验阶段 但正如历史上的许多伟大发现一样 每一次探索的第一步 都是从大胆的想象开始的 所以 让我们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能乘坐光驱动的宇宙飞船 开始我们的星际旅行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我们可以继续梦想 继续探索 因为正是这种探索精神 推动着人类不断前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梦幻岛屿 生物降解材料的绿色家园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的地球 似乎正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 呼吁我们减少对它的伤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一个梦幻般的岛屿悄然诞生 它的名字叫做生物降解材料岛 简称BDM岛 这个岛屿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存在 更是一个绿色环保里面的缩影 想象一下 这个岛屿上的房屋 家具 乃至日常用品 都是由生物降解材料制成的 这意味着 当这些物品不再被需要时 它们可以自然分解 回归自然 而不是像传统塑料那样 在垃圾填埋场中 度过几百年的孤独岁月 岛上的居民们 都是一些对环保充满热情的先锋者 它们穿着由玉米纤维制成的衣服 饮用由海藻制成的 可食用水瓶中的水 甚至它们的宠物 也玩着由植物淀粉制成的玩具 这里 每一天都在上演着 零浪费的生活实践 但是 生活在BDM岛上 并非没有挑战 比如 当岛上的科学家 试图开发一种新的生物降解电脑时 他们发现 电脑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键盘开始自行分解 导致了一系列的 自毁式故障 这让岛上的居民们哭笑不得 但也激发了他们 进一步改进材料的决心 此外 岛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 分解节 在这一天 居民们会将一年中积累的 不能自然分解的物品集中起来 进行一场特别的仪式 寓意着对自然的尊重 和对未来的希望 这些物品 会被送往岛外的特殊处理中心 尽可能地回收利用 BDM岛 不仅是一个生态环保的理想国 也是一个充满创意和幽默的地方 岛上的居民们 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可能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中 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 科技进步不以牺牲地球为代价 当然 BDM岛 也许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但它提醒我们 通过创新和改变生活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能为保护地球 做出贡献 让我们一起梦想 并为之努力 让这个梦幻岛屿成为现实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三个 关于未来科技的幻想故事 幻影舞者 星光旅者 和梦幻岛屿 这些故事 都是基于现实中 正在发展的科学技术 但又带有一些幽默和夸张的元素 在幻影舞者中 我们探讨了隐形光学材料的应用前景 从军事到日常生活中的隐私保护 这项技术的发展 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 关于隐私和监控的担忧 在星光旅者中 我们幻想了一种 利用光驱动的宇宙飞船 通过太阳的光压来推动飞船 这种技术的实现 还面临诸多挑战 但它给我们带来了 无限的探索 和梦想的可能性 在梦幻岛屿中 我们构想了一个 由生物降解材料 构建的绿色家园 居民们过着零浪费的生活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通过创新和改变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可以为保护地球 做出贡献 这些故事都给我们展示了 未来科技的可能性和挑战 并呼吁我们 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心 和探索精神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故事中的科技 有何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和想法 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中实现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